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了半天也没用 老板通知了 从今天开始 你停着查看 你先回去 具体等我通知 妈妈 你真的去坚持了 一眼能见 我也是没有办法 你有什么困难 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丁超 餐厅弹琴才能赚几个钱呀 本来今年你就要晋升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见你了吗 明镜与点栏目 身边已经有点陽光了啊 挺变得 Bennett 我听见你了 是个王子着急 找我说 爹把我听见了 少年咱们有点灌合 该是因为我怕 你可以闭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见一面 见面 我想当面把一些事情说清楚 什么事 你为了自己骗我爸为你做担保的事 还是你和丁程的破事 什么 我觉得不必了 前者已经有黄律师在帮我处理 有事你就和他聊吧 至于后者 我已经不在乎 丁小姐 顾总说不让人打扰他 我找你们顾总有事情 心情不好 最近约你总说没空 最近事情比较多 是不是 霍明珠比较黏着你啊 你把我们的事情告诉温曼了 你 其他做什么 我就说 你知道乱说话的下场吗 你们不是早就分开了吗 你不是早就不爱他了吗 是 我是不爱 但你是什么东西 因为成事我跟他的事 顾长青 你是不是还爱着他 我说错了吗 你不爱他 为什么要翻译他 你不爱他 为什么你们分开那么久 你都已经订婚了 你还要找各种理由绕在他身边 你不就是不想让他知道 你就是这么一个混蛋吗 顾长青 好好会吧 你再说一遍试试 为了帮上顾明珠 你真是机关算计 连假装绑架这种事情 你都做得出来 你闭嘴 我还以为你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顾长青 我还打没关系 可温曼永远不会回到你身边 你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他 滚 你滚 找人去温曼兼职的地方闹一下 再把温薄言的事情推一推 我让人温曼明天就过来求我 已经招到人了 不好意思啊 不招兼职了 招聘已经结束了 您招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招 抱歉 这是爸爸 十万 宝石项链本来就没多少钱 杨姐 您是资深的宝石玩家 肯定是见过好东西的 而且我也听说 您那套收藏里就差这一条粉色了 杨姐 要不是我有急用 我真的舍不得出手 其实这条是我亲生母亲去世前 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那你还舍得卖掉 我知道 妈妈一定是希望 她也能帮我渡过难关 而且你相信我 只要我缓过来了 就算是加钱 我也愿意再买回来的 到时候您拌完够了 再小赚一瓶 怎么都是不亏的 行吧 那十五万 行 我相信杨姐 一定会把她打理照顾好的 谢谢你 文漫 你怎么才接电话 刚问伯伯被带走了 谁带走的 凭什么直接带走 你先别急 是公安部门的正常询问 但应该是顾长青那边 提交了什么 温伯伯挪用公款的罪证 黄律师 我等会儿打给你 顾长青 你到底想干嘛 文漫 文漫 你不要理她 妈 在你那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妈妈 跑到我这里来闹什么 还不如多看看你爸 你没紧张 你 这个混蛋东西 不要再想害我们家人 你要干什么 �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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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